之前很多朋友都想看我们的蜂城 今天恰好走到这边 我带大家去看一看 走 上山 吃饭没有 吃了吃了 朋友们你看嘛 这就是我们养蜂蜜的地方 那个张老师他们主传三代 都是养蜂子的 外号叫做张蜂子 你看嘛 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蜂子 那个蜜蜂 把那个花粉搬给回来了 这段时间这山上这个梦果花就比较多 它主要就是打这个 你看那上面那些蜜蜂就正在採 过段时间就是五辈子 时候来了就帮我盖着货路哈 要的 昨天我打烫还没打完 今天继续 那个头蜂子必须要钻进来 不然的话 头不干净 你看他们一头就蜂子全部都下去了 走 你看我随便在你这边剪了一块 来生一生秤头 来 来 真的行 把这个蜂子还给他削了 你这边就生病了哦 嗯 花香味直接是扑面了 啊 一摇一摇那个蜂子就塞出来了 哇 看到这个糖溜出来 好巴士 你看 舀完了以后 就空了 我们把糖取完了以后 再跟它装回去 然后下次把糖拌回来 又放进去 等风盖了以后 我们又把它舀出来 就是这样子循环取米 这个蜂蜜哈 就是我们不是在制造者 我们只是一个搬运工 逆风搬回来 然后我们又搬给你们 嘿嘿 就是弄过子的 你看 我们就把这个糖倒在罐罐那边去 这是过滤的那个 那就已经过滤的很干净了 啥子留一点来自己喝 这剩的都还多得很 快盖着 风子越来越多 随便接着都喝完 那个蜂蜜要用60度以下的水来冲 不是要糖会饮料 来我来张老师哈 他就常年都煮在这山上的 要管理这个蜜蜂 安得很 就是喝风 喝这个风糖水药 肯定是比喝饮料这些药安得多 来碗不 我怎么被人家招完两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